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跌破了小摩的目标跌0.99被打入了仙谷行列后 在苦苦挣扎了几天后 今天终于一喜颓势 早盘最低做到0.98价位后 就开始逐步收复失地 逐步上攻 使近期一直卖压重重的Top Glove开始看到阳线 目前也没有再跌破0.95历史低点 看来反弹有希望了 而其他的手套股也跟着回升 手套股四大天王Hartow回升12分Cosan 回升8分Supermax回升4.5分 看来手套股板块 已开始不像豆腐那般脆弱了 现在来看技术图 股价在前天收了一根小阳线 虽然继续创下历史新低点到0.95 但收盘时是收阳线 股价先跌后起 显示还有一些支撑力量在顶住 而且价量齐升 昨天虽然收阴线 但股价没有再跌破历史低点0.97 而且成交量萎缩 显示卖压已没有先前那么重 股价今天最低做到0.98 也没有再跌破昨天的低点0.97 而今天的阳线已突破近期的高点 1.03是反弹讯号 看来股价有希望继续反弹上去 目前股价要挑战的阻力 将在1.12更高挑战点 在1.26 而支撑则在1.03之前我们说过 股价要形成底部 首先不可再跌破历史性低点 然后需要一根大阳线来扭转局势 虽然今天的阳线实体不是很大 但总算能收复之前的一些失地 可符合以上的两点原则 个人目前暂时看好反弹的 只要股价没有回落跌破 目前支撑1.03看来 有机会反弹一小波吧 好了 以上案例分析仅供参考 没有买卖建议 今天就分析到这里 下期将分享更多好料给大家 我们在片尾也附上推荐视频给大家 没有看的可以看哦 我们的频道是分享 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图表 研究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多多支持 及点击订阅哦 谢谢